開會 大家午安 接續今天的施政報告 請各位議員發言 每位議員分辨22分鐘 好 請林慧平議員發言 主席縣長 秘書長 各位列席主觀館 以及本會同仁 大家午安 那今天的議程是縣長的施政報告 還有議決案的執行情形 那首先就施政報告的部分來請教縣長 我們在報告當中的第八頁有提到說 今年八月南竿機場的起降標準有改善了 那這邊有提到說 飛航率可以增加11.3%到19.1% 那請問縣長這樣子改善之後 到底達到多少的比例 百分比 請主席才是 縣長說明 好 請縣長答覆 謝謝林議員的指教 我想那個數字是民航局 就是從二月七號開始以後的一段時間的統計 因為之前他是牧師機場 那現在是第一階段的移降 那第二階段以後 他到六百 三千二 所以說有可能如果照他們這樣子分析的話 照這樣分析的話最高好像可以達到19.7%這樣子 就是提升19.9% 因為過去大概幾百 那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可能這個縣長你比較專業 我這樣子我看到這個報告 我不曉得最終 在八月份改善過後 最終他的飛行率到底可以達多少 你只寫11.3%增加11.3%到19.1% 但是我們鄉親這樣子不瞭解 所以究竟最終是到達多少 改善之後八月份之後 應該是跟沒有改善之前做比較 沒有改善之前大概接近七成 那改善以後可以接近九成 所以一年當中可能就有三四十天不能飛 如果照這樣子來看的話 就比以前大幅增長了很多 應該是這樣講 可以光是受天后的影響可以接近北綱 但是呢還是有一段距離 這個對我們鄉親來講 應該已經算是蠻好的消息了 可以增加10%到20%起降的機率 鄉親們才能夠有感覺到說 這個交通有逐漸逐漸的便利了 那另外下面你有提到說 因為機場的改善 然後能夠帶動本縣觀光產業的繁榮發展 我記得這幾年陸續下來 縣服整個團隊努力下來 我們觀光客 逐年都有成長 去年應該還突破新高 但是同樣的觀光客來的時候 他就排擠到我們當地居民 行的便利了 去年這個情況非常的嚴重 常常一天一個班機補不到一兩個位置 造成我們當地居民 行的不便 那針對這一點 去年既然已經有發生過這樣的狀況的時候 縣長 在我們已經又可以樂觀的預估 今年的觀光客會增加 那你怎麼保障 怎麼協助我們地區的鄉親 這個的確是兩難 其實這種結果是可以預期的 可以預期 我們一邊希望觀光客來 然後一邊又怕觀光客 排擠到我們的機位 那這個馬祖的空中交通 處在萬季的時候一票難求 淡季的時候一客難求 那如果說我們要求這個麗龍 他保留多少給鄉親 保留多少給鄉親 但是保留以後 如果我們不去搭乘 可能會浪費這種 因為對麗龍來講 他賣給誰都一樣都是賣錢 那如果有一個機制 譬如說我們透過共同的需求 就是例如能不能有多少 切給我們的鄉親 然後我們是透過什麼機制 去管制這一塊 這樣子是可以談的 就是不要把所有的票 都切出去 實際上有一些已經在做 但是因為旅客 旅行社他的需求比較大 所以他除了把固定的名額拿掉以外 他也鼓勵 據我知道也鼓勵 散客再去訂 訂以後又把我們那塊吃掉了 對依照縣長這樣子答覆 本席了解 我也相信縣長對於這個議題 你有去關心他 因為我一講你就知道問題點在哪裡了 但是在我們馬祖現在來講 我們當然一樣是很歡迎觀光客 而且我有聽到幾個來馬祖做一些研究的專家 他有問說 你們馬祖人會不會不喜歡觀光客 我說不會啊 我們很喜歡 非常喜歡 越多越好 為什麼他會這麼問 就有可能像我剛剛提到的這個 觀光客來把我們所有的資源排擠掉了 最重要的你說其他的吃住 我覺得都還好 交通 那個是我們鄉親最重視的一塊 如果說我們害怕 害怕會造成觀光客來 站了我們所有位置之後 鄉親有可能喔 有可能以後真的就沒有那麼喜歡觀光客了 有可能會發生這種情況 所以既然縣長對於這個議題 有這個重視 有這個了解的話 本席也拭目以待 拭目以待 縣長能用你的智慧 然後把這兩難的問題 能夠得到一個很圓滿的解決 那接下來 欸 我再做個補充 其實 我們 像七月份以後 大概 西腰山洞 西腰山洞也會加進一個禮拜一次 那這些 讓軍中他的需求 轉移到西腰山洞 把這個原額 這也有一部分的疏解 那縣長既然提到西腰山洞的話 那這邊請教縣長 假設我們後續又有一點 因為天候問題 或者是說旅客量 後補的旅客量很多的時候 這個西腰山洞 他的加班機制 能不能有一個常態化 比方我機場後補旅客有兩百人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能夠出動 這個是一個比方啦 既然他願意一個禮拜加一個行車 來輸運官兵的話 這我想也不一定不見得是做不到的 這個也請你參考參考 好嗎 那接下來就在第九頁 這邊有提到一個台馬之星 台馬之星是這幾年來 比較大的一個案子 14.2億的預算嘛 那怎麼 就簡單的幾個字 正在施工中 我就沒有看到其他的詳述 那麼在前一陣子的報紙上 本期也看到了 好像下水的時間有延誤 那請問縣長 下水的時間有延誤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交船的時間 一定會 一定會 那怎麼辦 那到底這個問題在哪裡 為什麼下水的時間會延誤 然後影響到最終的交船時間 那這個跟你前面在爭取三題快樂 那這個跟你前面在爭取三題快樂 延誤的三四個月有沒有影響 那基本上 基本上 我覺得 跟前面爭取三題快樂 如果說完全都沒有影響 可能也說不通 但是我們爭取三題快樂的目的 是為了解決問題 為了改善 所以這個是必要之二 但是真正的原因 真正的原因是 我覺得我們國內的造船市場 設計還不夠成熟 另外 因為我們在設定這艘船的時候 已經綁手綁腳 第一個 我們把這個頓位數限定住了 第二個 把長度限定住了 但是這個你在標案設計的時候都知道了 不是 但是有一些 是啊 你設計這個標案 你這個標案 標出去的時候 不管他的預算 或者是他的規定 五千噸啊 這一些已經都知道才招標 對 但是因為齁 但是這個就應該要排進去啊 你剛剛所有的問題 所有的困難 在這個標案應該很清楚呈現 不應該因為這些困難 然後影響到你現在工程的延誤 造成時間的延誤 我想齁 要改任何一個字 不是我那邊 該公文裡面畫一下就好了 因為這裡面 牽涉了很多很多程序 之前 是 在 陳縣長手上 已經 委託了 聯社在那邊做 做好一個粗的規範 停在那邊了 我只是 把 這些 已經做好的規範 往後 就是 讓它馬上啟動 那這裡面呢 是 我覺得 國內 我們這個設計床 造床 它有一些瓶頸在 其實我不曉得 憲長 抱歉打斷你 我不曉得為什麼這個時候又會再提到陳縣長 這個案子 因為 您個人的理想 報復 覺得說 三體快倫對於馬祖會更有幫助 這段延誤 就像您剛剛講的 那是必要之二 本席也不會再說第二句話 只是有點這樣子的疑問 當時那三四個月有沒有影響 所以才問這個問題 那您現在又提到說 陳前縣長 在他當時任內什麼 這個我是不懂的 因為沒有做成決定 對啊 所以他把這個權力交給你 交付到你手上 你這接的時候 你應該也就很清楚知道說 當時聯社在陳前縣長任內 當中的做成這個計畫 讓誰什麼聯社設計啊 什麼都好 你已經看到了 那不是在你 就職之後 然後突然間跑出來 你接任這個位置的時候 已經很明白 這些東西都擺在那裡了 不應該現在工程有延誤的時候 你再來說 那是之前什麼樣什麼樣的問題 跟之前那個 我講的不是這個意思 但是我聽起來是這個樣子啊 但是因為時間也沒有很多 這個過去的事情不予追究 但是我現在想要知道 既然本來的公期安排 是在四月份要下水嘛 那現在新的消息 另外有提到一點 待會議事主麻煩你幫我 把這本 連江縣政府發給 連江縣議會的這個函 轉交縣長看一下 既然這個這麼大的案子 那縣政府也發了一個文給議會 讓我們議員同仁都知道說呢 這個工程的進度延誤 是為了什麼原因 然後按照這資料裡面的顯示 我看到了 我們下水的日期是七月份 但是他寫交傳的日期是沒有 沒有影響的耶 交傳的日期還是一樣原本定的 縣長你要仔細的看一下 你都 我大概知道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我要講什麼 請你翻開第六頁 你告訴我那裡面寫什麼 第六頁 專案管理或者是到 那個設計圖的 預定送審進度 本案因結構圖設計延誤 目前 以理定勸 我要看到的是第六頁那個表格 表格 字太小 太小 印不清楚 所以你送這個到議會來給議員怎麼看 你到底是有沒有要讓我們了解 這樣事情的過程進度 那個公文 能看得到的我真的 全商獎金啊 你裡面有十幾個表格 沒有一個表格是完整的 最後面那一張算是最完整 但是連下頁都沒有 一半他就切掉了 不明白 不明白為什麼縣政府 那個上面還是印你楊瑞森的名字喔 沒有錯我想這樣子 因為受這個版面的關係 其實我覺得說 還不如不要印 議員如果這個可以請他 付電子檔 可以展開看 看得比較清楚 那個是你們應該你們縣政府 把這個文送到議會來的時候 就應該要考量到了 這個我們改進 一定要改進 這麼小的事情 真的我覺得你那就是糖色就是敷衍 這是不尊重 對你對我都是一個不尊重的表現 然後那剛剛提到這個下傳時間 我看到那個報告裡面是寫說沒有延誤交傳 但是縣長您剛剛是說會延誤 那請問我是相信您呢 還是相信我的報告 剛剛給我的報告 這個是之前的報告 但是 還有更新的嗎 翻一翻喔 那裡面寫的交傳日期是7月16號 下水 下水日期是7月16號 之前送到議會的報告是4月12號下水 已經延誤了三個月了 那到底是交傳會不會影響 我們當初一直要求他如期如值 結果 縣長告訴我結果 結果要等下水以後才知道 因為這裡面最主要技術面上面 在日本 他把這個土委託日本一家公司設計 這個過程不是本席需要了解的 這個是你憲政團隊應該要做到的 你送來議會的時候 哪些騎乘 該怎麼做 你要讓我們鄉親早點有安全便利的船可以搭 這才是重點 你中間所有的一切點點滴滴 那是你們縣府團隊的問題 你的管理或者是你這個團隊的執行能力的問題 跟這一些都沒有 跟團隊的執行能力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案已經包出去了 包出去你督導不力也是你這個團隊的問題 而且我們花了錢請聯社督導 所以花了錢還做不好更是糟糕 另外再請教縣長您 這個問題我請教那個局長好了 縣長你先請坐一下 請主席才是交通局長做個說明 我記得這之前 這個新台馬輪 也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台馬之心 之前的標案設計曾經提到說 為了鼓勵廠商 讓他能夠提早的交傳 所以我們有獎勵機制 提早一個月完工獎金一百萬 上限是六百萬 請主席才是交通局長做個說明 請主席才是交通局長做個說明 本席合理的懷疑 為什麼當時需要這六個月 是不是表示說呢 他本身就可以在提早六個月的時間 下水完工交船 然後你給他這個時間 讓這個廠商能夠有這六百萬的利潤 請做個回覆 主席謝謝林議員 有關台馬之心這個案子的 這個有關獎勵 是有關獎勵這部分 我想我們在建造這艘船的時候 我想我們規定可以設置這個獎勵金 那這個也在我們縣政府討論過 那麼當時廠商投標進來 這是公開的 所以任何廠商投進來 都可以在這樣的一個合約架構底下去達成 但是這個案子我們當時就很清楚 就有議員提到了這個案子 前面一定會流標 因為符合資格的廠商很少 是 跟流標跟這個合約以後的執行 是兩件事情 那麼合約執行以後 如果他能夠提前 那我們只提供獎金給他 所以在第一次的時候 剛剛林議員提到 就是說他原來是在四月的時候可以下水 那麼在這個十月的時候 他大概就可以完成 原來他是提前兩個月的一個狀態 那麼因為剛剛提到 就是有關因為跟日本設計之間的這個問題 所以造成這個 我跟你講了 我不想要知道 你跟日本設計有什麼樣的問題 所以把這個下水的時間延到七月 這部分我沒有那麼的了解 為什麼要六個月 然後現在剛剛縣長講 晚三個月下水又不影響交傳 這部分我想要請正峰市 正峰市 請主席財事 正峰市 你關於這個案件 是不是能夠幫本席去調查一下 這當中有沒有一些問題存在 可以 既然已經晚三個月下水 然後不影響交傳 那為什麼當時要提供這個獎勵金 六個月達六百萬的獎勵金 這部分請你調查之後把結果告訴本席好嗎 書面報告 可以 謝謝你請坐 謝謝 那接下來我們就在第十頁的部分 第十頁就是 關於推動馬祖設置觀光度假區的這個問題 這個案子應該是楊縣長在他任內到目前為止最重要的一個案子 主力了 那這當中也有提到說 有關地方政府應辦事項 包括說度假村的建議加速啊 還有投資規模等等 那這也表示 是不是我們地方政府要出錢 委託人家 來那個設 弄一個建議書之類的東西 報告出來 然後跟中央政府 告訴中央政府說 我地方政府 我馬祖要的是幾家 然後多少 是不是這樣子 請主席財事 縣長做個說明 請現在答覆 是的 我們花一點錢 請 國內 對 這個博弈事業 比較專門的 劉戴洋教授 從事這樣的事情 因為這個是 交通部 這個報告做出來了嗎 交通部要求 已經做出來了 但是 因為後來 通過的辦法 跟這個有出路 所以我們要等立法院通過以後 以那個為準再來修正 那請問縣長你說 花一點錢是花多少錢 大概九十幾萬 九十幾萬 是不是應該是 你剛剛是講哪一間 台灣科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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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做的報告應該是 國際觀光度假投資計畫 申請審核辦法 是嗎 是 交通部 我現在講的不是這個 我現在講的是 國際觀光度假區 投資計畫 及整體發展計畫的建議書 我現在講的是這一部分 這個是要由 通過博弈公投 當地的地方政府 依照自己的情況 表達說 我同意讓有幾家 然後他最少的 投資金額 然後什麼 一些效益 回饋等等的 這樣子的建議書 沒有錯 沒有錯 講的就是這件事情 但是我資料沒有帶來 我在4月15號吧 應該是馬報當中 有看到副縣長 針對這個案子 他有去中央 要爭取一個這樣子的規劃經費 但是內政部的回應是說 這個應該是由個地方政府 自己來給付這個錢 他的金額高達2500萬 這個我要說明一下 第一個 我們因應國際觀光度假圈開設 然後交通部要求 馬祖要有整體開發計畫 對 所以我們跟交通部提了一個 以機場擴建為核心的 馬祖整體開發計畫 那當時我們提出2500萬 跟這個交通部部長 跟他去請求 後來在3月23號 這個總統召集會議的時候 交通部長說 我們要的錢太多了 但是呢 因為實際上 這個評估分成三個部分 所以我們 縣長我的時間很有限 我這個議題 我們可以等待後面的總質詢 再來討論 我還想要請教你 就是說 這個裡面有一個公開說明會 我知道你有舉辦過 在四項五島都有舉辦過 但是我這邊能不能建議你 建議說當博弈法 觀光賭場管理條例 這個通過之後 你可不可以再舉辦一次 本席認為為什麼要再舉辦一次 四項五島 因為先前參與的人很不踴躍 每一個鄉大概就兩三個人 有沒有超過五個人 應該沒有 來參加這個會議 當時鄉親可能會認為說 這個事情是遙遙無期的 所以他不樂中 但是當博弈法它正式通過了之後 我想鄉親的態度會比較積極 這部分您縣政府這邊 是不是可以做得到 我想齁 之前曾經辦過兩次 第一次是中央辦的 中央委託這個 那個是很早的 然後我們是博弈公投過了以後 對 我現在是講的是 我現在講的是說 博弈法經過立法院同意後 因為現在 你在公投後辦的 鄉親大部分人覺得說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不願意花時間去 但是萬一 博弈法真的通過的話 我想鄉親會比較關注 在這個議題上會比較關注的 你才能夠真正的傾聽民意 這一點有沒有問題呢 我們可以結合104到107 整體開發計畫到地方辦座談會的時候 對 這個是給你的一個建議 好 謝謝 那時間很有限 那最後一個問題 關於時間是下 就是在你今年都有到台灣 雖然招商吧 我們現在有幾 縣政府收到了幾張 那個投資意願書 我想來探路的 我就問幾張 投資意向構想書 那個因為大家都在等 等立法院通過的方法是怎麼樣子 所以到目前為止 比較積極明確的 還是懷德 懷德 但是其他有來探路 但是這個投資構想 那個意向書是還沒有送來的 所以在明年初就開始在台灣有招商舉辦說明會等等 是還沒有收到 他們可能也在觀望 沒有 他們直接提供給 提供給那個 我們委託的劉戴岩教授 但是他應該如果有收到 他會交給你啊 並露他的計畫 但是呢 這裡面因為牽涉到一些商業秘密 所以大家都不願意 我沒有問你那麼多 我只問你說有幾家而已 不是 因為他們來是牽涉到商業秘密 那沒有關係 就時間後面還很多 我們就有相關的議題 今天沒有問完的問題 我們後面再研究 再討論 謝謝請坐 好請各位議員去發言 請陳舊官議員發言